今张子怡赔税与中国高官互动致富 中国女星张子怡准备对苹果日报报导 她和中国高官及金主赔税提出控告 引用总部在美国的博讯新闻网 苹果日报刊载据说07年 生意人徐明付给她约100万美金为互动金 据说徐明介绍张子怡给前中国高官薄熙来 据说张子怡跟薄熙来睡过10次 据说每次至少获取150万美金 这不是张子怡的第一个丑闻 09年她被拍到与外籍男友裸上身的亲密照 引来许多中国人的愤怒 张有一次向一传媒高层征询税务方面的意见 她被建议找白人律师 看起来好莱坞一点 中国官方也会对她好一点 张子怡在最近的砍城影展缺席 谣言指出她因漏脚税而被中国限制出境 张子怡的芯片是重拍危险关系 这算假戏真做吗 你相信这些消息吗 留言跟我们说吧 好啦影片看完啦 怎样你有话要说 好啦好啦有话要说 谁在下面好不好 快些吧 别害羞 待会等哦 好 好 我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